大家好,我是悠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当宠物沟通师的时候发生的有趣小故事哦 相信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听过宠物沟通师吧 那大家知道宠物沟通师在干什么吗? 宠物沟通师呢,就是连接主人跟宠物之间的一个桥梁 那我自己当宠物沟通师的经验来讲,我并不是真的懂宠物在讲什么 我是透过连接他们灵魂的方式去了解他们想要传递给主人的讯息 那我就是去当中间的这个传接者 所以在这个连接的过程中呢,其实有发生很多有趣的案例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我今天总共会分享三个故事 都是蛮特别,我自己觉得有点动容的小故事 好,那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呢 是我刚开始当宠物沟通师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朋友的妹妹,她的猫咪走丢了 那她的猫咪是自己开窗出去玩的 然后她觉得,就是妹妹回到家之后就发现那个猫咪怎么不见了 我朋友就赶紧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她一下 那时候我连接上她猫咪的时候呢 看到了,就是跳跃了很多画面 我并没有办法非常的明确指出她到底在哪里 因为猫咪回传给我的讯息比较像是 变化很快的一幕一幕的画面那种感觉 那这边要讲的是,有时候猫咪他们其实会不让人连接的 而狗狗也是,各种宠物都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在做宠物沟通的时候 我会跟主人讲说,先跟猫咪讲一下 那个我需要跟她连接 那请她打开这个权限那种就像WiFi的感觉一样 那通常走私的宠物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在于说,有时候你必须 从旁边的方式去看到她那种感觉 那这只题外话,那我们回来正题 那那时候因为一幕一幕跳动,所以我真的不太确定 我就大概讲了几个目标物 让我朋友的妹妹去找 那时她在最后一幕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那只猫咪在一个花圃里面 就是在追蝴蝶在玩那种感觉 我就跟她讲说 妹妹的住的地方,旁边有没有花园可以去找一下 那当然是最后是没有结果的回来 那我那时候呢 我就决定用抽牌的方式来帮助她妹妹 所以呢,我就抽了我的奥义猫塔罗牌 然后我就抽到了这三张 那因为抽到这三张之后呢 我觉得尤其是这一张 跟这一张 这两张都让我感觉就是 她就是在花圃里面啊 而且她就是在追蝴蝶的那种感觉 可是朋友的妹妹去找发现根本没有 她们就跟我讲说没有 我就说那没关系 你再等等看 因为中间这一张 其实是等待的一个感觉 我就跟她讲说 你再等等看吧 那个也许会有消息 那你们有消息马上跟我说 那就在隔天我朋友突然马上 密我 她就跟我说 她妹找到猫咪了 然后是因为早上 她妹在家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声音说 猫咪耶,好可爱喔 她就赶紧冲下去 就发现那只猫咪真的在花圃里面 就是玩 自己玩 然后追蝴蝶那种感觉 我就有点 吓到了 就是那真的是我看到的画面 那当然很开心 她把猫咪找回来 那事后我当然就问我自己的高尔 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为什么 会是这个样子 那高尔是跟我讲说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连结到的是未来的画面 而不是当下的画面 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只要等待就好了 不需要过度紧张 她那时候其实应该是要传递我这个消息的 我那时候才懂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因为 这一张牌其实也说明着猫咪 其实那时候就是贪玩想要出去 所以根本不用急着找她 她其实自己 就会让你发现 因为她不是说她要逃跑 她只是说她贪玩想要出去玩而已 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 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 那第二个的故事呢 那第二个的故事呢 是比较神秘一点的故事 那是发生在今年 诶,去年 反正就是这一段时间 有一个 我有一个个案 她住在国外 然后她就 有一天突然就密我说 她想要找我做宠物沟通 我说哦,好啊 然后那时候 里面有讲到一个问题是 她的猫咪每次她跟她先生回家 打开门的时候 她猫咪都会冲出去 冲出去之后呢 就会在走廊上面巡视 就是一直走来走去那种感觉 很可爱 就是一直走来走去 猫咪 一直走来走去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她说 她们怎么叫那猫咪都不进来 我就说好,问问看她 那我一连结上猫咪问她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 她的大楼的大概的外貌 然后就发现 就是在那个 那个走廊的一个点上面 有一个很像人形的东西的存在 要是单笑的人 可以这边先跳过 因为她这边就看到一个人形在那边存在 其实那个有点像是一个负能量的集合而已 它就只是一个能量而已 一个能量碎片的感觉而已 那那个猫咪其实是为了保护她的爸爸妈妈 所以她就会趁爸爸妈妈开门的时候 跑出去巡视 有点像是恫恶那只 不是恫恶那个存在说 不要靠近的那种感觉 所以她有点像巡视的感觉 那我那个个人就问我说 那怎么办 我就说这个能量 其实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只是猫咪比较敏感而已 然后我就说你就 准备盐水 营养水加盐吧 加海盐 然后撒在你家门口附近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们是住在社区里面 大楼里面 然后我说我会跟 我会再跟猫咪说 那今天结束的时候 再麻烦你也跟猫咪说一下 这样就好了 然后 这个沟通结束之后呢 过没多久 个案又回来跟我回馈 他回馈的是说 那天做完这些事的时候 猫咪就再也不会 跑出去走廊上巡视 那我事后感觉下来 也觉得他们走廊上的那个东西 应该是不会靠近了 所以猫咪其实也就放下心来了 这我觉得是比较让我觉得有点神秘感觉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有点害怕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通常这类的东西 他们也不会伤害我们 只要我们心存善念的话 那猫咪有时候会成为我们 我一直讲猫咪 这样对狗派的人是有点不太好 或是鼠派的人 宠物其实都会保护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那再来第三个小故事 那第三个小故事呢 这个就有点比较 比较难过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有难过 因为他最后的结局 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的 是因为我朋友他其实也想问问 看他的猫是怎么样 然后 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记得一件事 是我朋友就给我 我就连接上他那只猫 因为他那只猫过世有点久了 然后连上那只猫之后 那个猫就给我看了一个画面 就是 那个 我朋友房间的画面 然后我有形容给我朋友看 我朋友说对 他房间真的是那个样子 我就说 你那只猫咪现在还应该在你身边 那我朋友就整个心酸 然后很想哭 我就说 他其实是回来跟你 当你的指导灵的 他是来守护你的 那他这段时间还会继续的引导你 所以我觉得 要是你真的想他 可以在心里呼喊他 对 那这个宠物当指导灵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我第一个遇到这样的个案 我之后有遇到一个个案 就是我记得他是狗狗 然后我记得我 因为前面好像讲猫咪 对狗派的人好像不太好意思 我马上补一个狗狗的故事 对 那个狗狗呢 他也是 是因为主人 这个他们家是共同的主人 然后那个狗狗过世的时候 那个主人正好不在家里 有点感 我记得是感不回去 然后 所以 那个主人其实 那个 我的个案其实是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没有陪在狗狗旁边 那当然我连接上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狗狗没有怪你 也没有 就是 觉得这样不好 那他知道他其实已经要走了 那他其实现在也会回来你们家 当你们家的指导领 当你们家的守护者 尤其是你 他也在守护着你 所以其实你真的想他的话 你在心里呼喊他的名字就好了 那 那当然那时候我的个案就是哭到不行 然后我觉得 就是 其实我个案他重点不是要那个狗狗 怎么样 或是知道狗狗怎么样 他只是 其实他是透过这次的经验 让自己释怀这件事情 所以 这两个指导领的故事 让我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狗狗猫猫 离开我们 并不是 因为 我们跟他缘分近了 而是他换另外一个方式 继续守护着我们 那他当然用这个躯体的时间 已经到了 所以他就换成灵魂的方式 守护我们 所以要是你真的 狗狗猫猫过世 你也很难过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心里呼喊他们 我相信 你会有感觉的 就是你也会有感觉说 哦 其实他一直都在你身边 他并没有离开 那当然不是所有狗狗猫猫 鼠鼠 西医 一直得罪不同的宠物的饲养者 就是 各种狗 各种宠物 他们其实 不一定都会回来当我们的指导领 这是不一定的 只是 蛮多是以这样的方式回来呈现的 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想念他们 其实都可以在心里 呼喊他们的名字 我相信你会有感受的 那今天这 算四个吗 三个半的故事 就是我做宠物沟通的时候 我觉得蛮有趣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 大家也不要对宠物沟通 有任何的误解 因为 像我之前我一看到新闻是 有一群人就是 他们就是把 那个 找一个玩具乌龟 然后让现场的沟通师去讲 然后沟通师就讲了一对 大家最后才澄清这个是玩具龟 然后就在看这些沟通师的笑话 那我觉得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沟通师 因为有些沟通师是看 心情行为 有些沟通师是 像我这样就是用连结 我们是比较偏 灵魂的这种状态 那我们都是秉持着一种 相信大家的 心 那我相信他们读到的 有时候可能是读到了一个 在场人的氛围 的气场 因为你找不到东西 他虽然是玩具龟 但他被赋予着 他的那个玩具龟身上被赋予着 呃 那些人想要戏弄这些沟通师 或是这玩具龟身上 有投注着大家的意念 所以那些沟通师可能读取到是这个部分 那 嗯 我觉得这个状况之下 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调侃沟通师 因为这样对沟通师非常不公平的 因为 这样的沟通其实也是应该要建立在 我们是互信的状态之下 这不仅仅是宠物沟通 跟 不管你来做灵魂沟通 疗愈 你去各式找各种疗愈师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或是找灵媒 都一样的 我们都是秉持着一种 我们是互信的状态 而下去做这样的沟通 那 你不需要透过这个方式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 有点像是调侃 或是有点想要看别人 破绽杂人招牌的行为 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会显得自己 嗯 心中比较狭隘一点 对 就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这个分享 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宠物沟通蛮好玩的 有兴趣的人都欢迎 可以去 试着跟你的猫猫狗狗 沟通看看 也许你用你的心去感受他们 你也可以感受到他在跟你说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要是喜欢我的影片呢 欢迎在下面按个喜欢跟订阅 然后分享你想 留言的讯息让我知道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